本港商人華人志業主席劉聯洪旗下 位於澳門的豪宅項目 御海南灣土地去向有新進展 澳門運輸公務司司長辦公室星期二發表聲明說 等到下週初法院有判決之後 就會根據過往處理涉及前運輸公務司司長 歐盟隆岸的經驗 依法跟進 盡快展開相關程序 不排除會宣告這五幅土地批地無效 如果上述的土地被下令回收 已經購買御海南灣牛花的350多位買家 隨時沒有樓到手 澳門產業總商會會長鍾小健 早前表示如果有關土地被回收的話 發展商就應該賠訂 本港法律界人士提醒香港的買家 可以委託澳門律師向發展商追討損失 不過當追討過程一旦進入司法程序的話 買家就要親自去到澳門處理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